韩国最大龙脉被小鬼子用一座孤坟斩断 孤坟里埋的人正是韩国最大的卖国贼 吃西瓜不吐西瓜皮斯米达 龙脉残存的龙气让吃西瓜不吐西瓜皮斯米达的后代发了大财 资产高达几万亿 正当这些后代开心时怪事开始发生 家族年轻人接连自杀 心生婴儿哭闹物质 控制家族的长孙每天晚上都被尖叫声吵醒 家族花大价钱找来著名风水师 查看孤坟风水 风水师看了后吓出一身冷汗 孤坟周围的树木全部干枯却没有死 树林中有很多狐狸 孤坟一片死寂 吹过的风里全是戾气 风水师当即和通灵法师做法 将白马雪滴在五名屠夫额头上 割下屠夫头发 分别塞进祭品嘴里屠夫挖坟时 通灵师手拿菜刀做法 抵消坟中煞气 法师做完众人将棺材装进车里拉去火葬场 只要一把火烧了棺木 就能消除所有怪事 而一名屠夫埋坑时 一条长着人头的蛇出现 屠夫一铁锹 将车砍成两半 这下忍了大麻烦 天空突然下起大雨 这意味着棺木里的 吃西瓜不吐西瓜皮 斯密达不想被火化 风水师只能将棺木存在火葬场 晚上一名工作人员 敲开棺材 寻找值钱的东西 吃西瓜不吐西瓜皮 斯密达的灵魂趁机逃跑 来到了后代大别墅里 一口气杀了儿子儿媳和长孙 还跑到美国要杀了刚出生的曾孙子 另一边 风水师得知富豪一家被杀 当即将吃西瓜不吐西瓜皮 斯密达的棺材火化 随着尸体变成灰 吃西瓜不吐西瓜皮 斯密达的灵魂也彻底消散 正当风水师松了一口气时 将蛇砍成两半的屠夫出了问题 体温高达50度 却浑身冰冷 眼角还不停流血 屠夫希望风水师超度那条蛇 风水师只能再次来到坟前 寻找那条蛇 却意外发现坟里还有一个棺材 更诡异的是 棺材巨大无比 而且是树葬 风水师将棺材带到山下的寺庙里 当天晚上 棺材自动打开 一个日本恶鬼出现 那时见人就杀 把风水师的伙伴打成了重伤 恶鬼变成一团火焰 飞回了山上 这可把风水师吓得不行 当即联系富豪家仅存的族人 族人拿出一张照片 说出了当年的真相 原来二战时 小鬼子的斩龙队 用大铁钉 斩断了朝鲜半岛的龙脉 而那个日本恶鬼 就是在保护大铁钉 风水师一听 对着小鬼子 就是一阵问候 风水师决定 拔出铁钉 恢复龙脉 第二天中午 风水师再次挖开坟墓 想寻找铁钉 却意外挖到了日本恶鬼 风水师差点吓哭 回到家在身上 画上金刚精 带着两个同伴 再次上山 用祭品引走日本恶鬼 拿着铁锹一阵挖 根本没有找到大铁钉 这时日本恶鬼返回坟墓 一爪子戳穿风水师腰子 同伴当即将白马雪 倒在日本恶鬼身上 压制日本恶鬼 这时恶鬼说了话 那根铁钉已经深入地心 根本挖不出来 日本恶鬼一边嘚瑟 一边嘲讽风水师 风水师突然发现 日本恶鬼体内有很多火焰 按照五行来讲 水能克火 于是风水师捡起一根 湿透的棺材板 对着日本恶鬼一阵攻击 瞬间将小鬼子的恶鬼 劈成了渣渣 四个月后 风水师身体康复 但这哥们高兴不起来 因为龙脉已经被废 韩国的气韵已经被彻底终结 好了 今天点告就结束了 记得评论点赞收藏 关注大黄电影哦 我们下期再见